大家好 今集帶大家上去尚梅林吃客家菜 看看尚梅林旁邊的環境 還有一間尚梅林必買的手信店買手信 想知道尚梅林有甚麼吃有甚麼玩? 好,Let's go! 第一站來到二十多年歷史的知名興宁農家菜館 上網見到它不錯,效果也不錯 比較多本人過來吃 第一道菜蒜子燜蓮魚 味道也不錯,不過比較油 第二道菜加香釀豆腐 份量是很大份的 第三道菜客家蘿蔔軟煲 裏面的餡全都是蘿蔔 第四道菜手撕鹽焗雞 雞做得比較乾身 肉質比較粗,感覺上放久了再撕給你 主食點了龍家臭米粉 是很大碟的 因為朋友快吃飽了,我直接不客氣整碟 味道不錯,因為太餓了 另外點了鹽焗豬肚粉腸 味道真是一般 另外點了鹹魚茄子煲 味道也正正常常 煮了一會幾道菜都比較油 鍋器不夠,味道一般 剩下可以坐在戶外慢慢吃 和朋友吹水 賣單是三百多元 感覺上我身會鄉下那邊更好吃 或者地道客家菜就是這樣味道 給大家做個參考 有時想發掘新店拍給大家看 不過就不是每次都那麼好吃 都想拍給大家看過真實情況是怎樣的 吃完飯,帶大家到處在上門林散下部 看看旁邊有什麼食 我這家吃小龍蝦的 去這邊也有很多食物 東北下火烤肉 還有這些江湖菜 紅雲大排檔 新疆烤肉 看看城中村 好像很多小店 對面 山腸粉店 吃腸粉 前面就是自選快餐 過來深圳按摩 做味 吃東西 剛才我們打算帶你去吃老菜 老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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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們鄉下的特色味道 韓國烤肉料理 沒有人 沒有啊 這些吃飯時間沒有人了 差點東西 繼續有傳行 養生館 對面都有很多東西 手打檸檬茶 章魚燒 對面 沒有燒烤 到處都是沒有燒烤 過了過了過了過 過馬路過馬路 現在這個時間 那些人都吃完飯 九點了 這間我上網都見到 魚神 其實我也有 脆皮烤魚 好像一般 大條魚 六十八元一條 青江魚 好像大排檔 大家六十八元起 二至三人份量 很脆很入味 大排檔 風格 兩條魚 三個人再加些菜 這樣就行 當作火鍋 這是什麼 首創甜品小食自助餐廳 甜品自助 甜品自助 五十八元一個人 任吃 這些小店是這樣的 都沒有人認識 這單車是上路面的 所以基本上 你是 小心點 行路 深圳 深圳 深圳晚上 街道特別暗 街燈 開一下 這麼暗 開了嗎 只開馬路那些 這邊的行人 沒有 九點鐘 我上次買的那間 不知道什麼麵包店 就在裡面 是嗎 又去看看 我已經關了 這些麵包店 都說是必吃的 這些麵包店 怎知道去到處 都關了 螺絲臭豆腐 東北春餅店 老鄭家東北春餅店 叫人去走路 就是捉他 這些是阿sir 怕他在這裡擺 不交租 在這裡做生意 美女衣櫃 賣衣 突然有間賣衣 沙圓小吃 只有幾十元 這些價錢就很親民 幾十元 前面就是綠豆餅 還未找到一間茶飲店 再走前面就是大型商場 是嗎 是呀 我剛剛在那邊跑過來的 西瓜專賣店 不是西瓜 這麼特別 去試吃 這個就是水果專門店 開一間新的食物 吃沙鍋粥 金勃勃 新開張 梅林店 這裏就是買綠豆餅 很受歡迎的綠豆餅 上市好像買了三盒 我們是否再買多幾盒 買兩盒 說實話我幫朋友買了三盒 買了十幾個人 外購 外購綠豆餅 25元十幾個 還要現叫現烤的 很便宜 兩元一個 茶百度 茶百度 茶餐店 賣水果 百果圓 湖北 小食 這個又是連鎖點 借火 借煲 對面 我跟Samuel 吃這個 那時有一次 吃這個幸運牛 大火鍋 潮山大火鍋 始於1960年 都說隨便找 到處逛逛 到處逛逛 這些全部都是小店 港式牛雜 豬肉米粉泡 很香 經過剛剛都覺得很香 麥雪冰城 小龍蝦 朝鮮會小龍蝦 前面就是那間大型商場 前面 10點鐘才有戲 現在幾點鐘 現在9點3 10點 10點 看到12點 前面就是卓越回 昨天 夢衣播什麼戲 說什麼的 說打仗 打仗 15分鐘可以放一杯飲料 好像比較好 樓下的小朋友 可以飛水 挺開心 可以夾水 玩小貨車 這邊 直接在商場 鬥圈 沒有人 沒有人看的 正中間 三個 沒有人看的 我們進去看看 商場有什麼特別 進來 第一件事 Ulico 旁邊就是小米 拍一場給大家看看 這裏有什麼看 這裏總共有五六層 上來這邊 這些公仔可以打卡拍照 這樣 這些公仔都挺有趣 有幾棟東西 連在一起 這邊就是價格 那邊就是阿摩手作 還有喜茶也是那邊 對面有霸王茶几 這間喜茶好像不用排隊 先數個馬六單 現在內地茶飲店 很多時候都是24小時 方便那些人 什麼時候都可以買茶飲 對 這邊好像香港人少很多 唉 可以坐下喝杯 這些位置 環境多美 好舒服 給大家看一下 我們今天的戰利品 Toto是六合 每合都是二十多元 基本上來到梅林站 一定要買這個綠豆餅 我們等了十分鐘 差不多的時間 就拿一杯喜茶 現在趕時間上去看電影 看電影 九點半現在都達八了 現在衝上去 這邊就是三號門 我們直衝上去 下面就是化妝品店 現在內地的商場都做得很漂亮 繼續上去 這邊這一層是賣衣服 主要是賣衣服的 全部都是賣女人衣服 繼續上去 好像是五樓 再上去 上去 上去 這邊有一間星際傳奇打機 小朋友的玩樂天地 這邊有一間賣雜物的 雜物社 我們繼續上去 這邊就是剪頭髮的 還有泰國餐廳 有客宇客家菜 這邊有客宇 總之剛剛不吃那間 對面就是Nike 國內品牌回歷 就是這間戲院 家和戲院 例外都是夾娃娃機 就是按摩椅 我們拿完票進去看電影 這套戲又是中了服 今集的尚梅林就介紹到這裡 希望大家喜歡我今集的分享 約定你 下條片再見 下條片再見